这就是上课视频里的那个榴莲 既然那么多人想看它的开箱视频 这点要求必须得满足 这个果形真心不错 可惜只闻到一点点香味 这一块肉质很白 看着就不正常 可惜了那么肥的包 这房肉质颜色还不错 闻到有一点点香味 看着肉质真的很白 别看它这么白 其实肉已经软了 所以肉是已经熟了的 只是没啥香味 每房肉都是软的 挑一块来试试口感怎么样 选了一块颜色偏旺一点的 甜度是有的 不过没有正常的甜度高 肉质很顺滑 略有一点点香味 口感介于粉碎和深水之间 南部榴莲就很容易遇到这种果 好 吃 我冰箱 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到这么多肉 真的好心痛 装了四小盒 最后再试吃一块 口感还是差不多 只有甜味 香味很淡 如果是白色果肉 口感会更差 这么多榴莲肉 也只能低价处理了 很多顾客喜欢包榴莲鸡汤 这种果肉比较适合 甜度和香味都不是很浓 价格又实惠 包出来的鸡汤口感清甜 带有一丝丝的榴莲香味 好喝又自补 值得推荐 大家不妨试试 微信提示 大家买榴莲的时候 如果看到榴莲外壳颜色变黄 凑近闻不到一点香味的 这种榴莲很大概率是不正常的 建议大家谨慎出手 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